那我们今天继续回来玩兽人必须使的第七个关卡 那这个游戏还是挺好玩的 而且简单轻松哦 它一共是有18个关卡 我在考虑要不要做一个系列了 但是就关卡有点多可能 我们看能不能快点跟啊 或者是一有空就稍微跟一下怎么样的 因为有些臭小子还是挺喜欢看的 那第七个关卡的地图是这样子的 这边有条路绕一下 然后这边呢会直接过来 地图不是很大 但是它是没有交汇的地点 我们就不能把怪集中助理了 然后呢这里这个关卡我看看 我是有解锁了一些新的东西啊 特别是一个饰品我是挺喜欢的 重制饰品 它呢会缩短陷阱的冷却时间 激活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范围 就是陷阱直接激活掉 就直接没有冷却了 然后陷阱的话 这里有一个简单粗暴的陷阱啊 这个刀刃啊伤害很高 我们把它升级起来之后呢 它都加伤害 然后我们把它冷却缩短下去 就一直给它减少冷却 然后地上铺满这个刀刃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这个路障啊 它有个独特升级是可以占两格空间 但是会增加一点费用 好像是1000块钱 它一个是700 实际上还是会省一点啦 我们来一个 这个用不太多 所以我们就不用给它升级 因为怪也打不到它了 实际上 那还有这种冰墙 冰墙要不要加伤害呢 它实际上 不用加伤害也没事 我最好先把它当成控制用 等一下看看有没有点数多 地上墙壁上 天上来一个 这个重力陷阱 缩短冷却缩短冷却缩短冷却 但是我都没有怎么用了 这个 因为我先把怪物吊起来 然后再等这个刀刃的冷却 这样子刀刃发飞效率就会更高 它伤害很高 基本上一下就可以秒掉一个小怪 除此之外还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了 这个机关就不用了吧 这个机关掉点是持续伤害 来个蝴蝶吧 它说会干扰敌人 不知道是怎么用 我也没用过 OK 那另外还有稍微一点点数 就点这个冰墙的吧 好 那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那第一条路出怪是在这里 那我们就直接在它门口布置这个东西 这个你要横着放 就是往怪行进的方向放 不然你这样子的话 它这个两个刀刃会一分开 怪就走过去了 不会造成伤害的 有时候 当然如果怪密集的话 你也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但是这样子效率会高一点 来 都放这个 我觉得这玩意是挺好的 另外这个蝴蝶陷阱是干嘛用 我也不知道 放一个仙 说不定是可以让他们原地赚全 干嘛的 那不行 这里也来一个 OK 两个蝴蝶 先看一下这个刀刃 我们这个角色是拿线弹枪的 它伤害呢还是蛮高的 好的好的 出怪了 你看 这个基本上一下就可以把小怪秒了 来 打他拖 好 一波怪没了 很轻松 诶 他们刚才是往回跑了 就真的有往回跑 这玩意啊 诶 有诶 这有点用诶 就如果往回跑的话 我就比较省事了 另外这个角色的右肩呢 是这样子 会爆炸 诶 这个掉进去了 掉进去 他就上不来了 基本上 打他 诶呀诶呀 快跑快跑 臭小子 诶 他就要赚到人才行啦 这个线弹枪 暴头的伤害呢 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挺容易暴头的 他的右肩就跟款鼠差不多 来 你装我啊 臭小子 诶 你们往那边冲了 来来来 攻击一下他 走 诶 去我家里了 等一下 直接不管我了 还有个小的 OK 搞定了 那下一步怪呢 是右边出来了 我先看一下这里 这个东西好是挺好 就是前期我们前 那稍稍有点少 这边的话 这里也放门口吗 实际上横着放 好像就可能稍微舒适一点 呃 这里也不知道怎么搞 合适 我觉得放这里会好一点 因为这边好像狭窄一点 尽量就是在狭窄的路口 布置一下会合适一点吧 这里呢 放个蝴蝶 这边再来个蝴蝶 OK 然后这里再来一点 好守着这边 现在呢是有一些新的怪物了 后面的关架 就会比较厉害一点了 出来了出来了 你看好大的 土灵 呃灵足 看一下 诶 他回去了 我应该在后面 他门口也翻译一些的 就是尽量让他们走到这上面 触发一次伤害之后呢 再让他们往回走 你看这个东西啊 他就是 会招小低了 死了之后有玩语 就会大的变小的 小的变更小的 来 不过前期处理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诶 臭小子 臭小子 哎呦 枪法不行了 不过问题也不是很大 这个大哥还是比较难搞的 诶 走 抱头 溜他 我们这个角色啊 就是 跳起来 空格啊 就是 哎呀 哎呀 玩肚子了 跳起来的空格 他是飞到空中的 就是这样的啊 踏空恶心 不是 不过会持续的扣篮 有点难搞 一千一个 来 还有吗 那边还有 问题不大 抱头 这个线单枪特别容易抱头 基本上一千 一晚上抬一点 就是抱头 好 哎 下一波直接出来了吗 下一波哪里出来啊 我都没做好准备呢 哥们 在他家门口放几个先吧 不管了 这边肯定会有 是这边啊 另外一个门没有出怪 然后呢 我发觉 这个蝴蝶还是挺好用的 就迷惑他一下 然后继续挽回走 我们纪念 前期如果没钱的话 就放中间一点 但是效率呢 会高一点 OK 这里没出怪吧 暂时没有 没什么问题 这个陷阱伤害真的高 就 基本上割一下小怪就没了 除非这种很大的 我们割一下看看 哎 大的没割到 快跑快跑快跑 走你 嘿嘿 我又来了 OK 炸弹没想 我们实际上可以站这一边了 回来 他真的会回来 他不会从这边过来吧 他看起来像是漂浮着的感觉 现在应该还没有飞行的 后续呢 就是后面的关卡呢 是有一些飞行的怪物 还是挺难缠的 就到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 防空的东西了 实际上这边也可以翻一个 就是这边翻一点的话 那上门过来了 没钱 我们实际上每一个关卡呢 都是可以把上一个关卡的东西给他拆了 然后再重新布置的 因为他拆了之后好像 反反你的价格啊 也是一样的 这里就开始不是很好搞了 可能 钱有点少都是 如果可以把他们集中到一条路的话 还好 能搭个桥吗 搭个桥吧 他们都集中在这个位置啊 什么的 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桥呢 那种东西 我正跑得很快的出来 炸他 一有蓝就用吧 不用客气哦 我们这个攻击一下 有那个攻击间隔的 没什么问题啊 炸他 实际上我觉得 这个武器呢 也是可以升级的 前期如果陷阱不是很厉害的话 完全可以靠武器了 武器伤害很高 而且他呢 也是可以像陷阱一样 去升级他的 有些比较厉害的属性 想法不行哦 领主慢慢要过来了 领主慢慢要过来了 好 不好打了 领主开始拖起来了 等一下两条路就难搞了 救命啊 哎呀救命啊 哎呀落两只 这怎么这么难搞啊 主要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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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太拆了 难搞 我也不能五星好评 可恶啊 我把之前的都搞成五星了 现在两条路出怪了 我要死了 没事哦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哦 臭小子 来把这路一分哦 好 让他们都走一条路哦 那我们接下来 把东西都集中在这里 要不要把前面的都给他拆了呢 也不是不行哦 我来看看怎么放合适哦 这里 都给他拆了 我生气了 这回收如果原价回收的话 现在是七百 一千一百八 我回收一个 刚刚 哎是没问题哦 都给他拆了 臭小子 重新布局一下 竟然漏怪了 好 这边也全部回收 全部回收 让我看看 这边怎么放合适一点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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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排 全都放过去 不然 全都够不够 就是 而且这边没有天花板 哎呀难搞啊 感觉打不过了 这里放一个冰冻的 上面也放一个 这里也来一个吧 就稍微动一下 OK 能放的角落呢 都稍微放一下 蝴蝶 蝴蝶很重要 蝴蝶来 蝴蝶放这里 不知道能不能弄得到 应该可以吧 不管了 有地方咱们就给他塞进去 来 这个位置也得 给他补满哦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了 但是稍稍可能有点贵啊 或者 来 后面再补一点 OK 不管了 就这样 我觉得没问题了 没问题哦 我只要守在这里 来一个爆头一个 现单牵爆头 什么概念啊 是吧 这个东西 怎么这么奇怪啊 这玩意啊 可恶 我们只要有钱啊 把地上全部铺满这个 他们基本上是进不来的 先来看一下 这边的表现啊 你看一下这么多需要 哎呀 应该找个东西稍微补一下 哎呀 他这样子走过来 一个都没割到啊 哎可恶啊 这难搞了 来 我们先不要使用右键哦 右键稍微留一下 等一下我大批怪的时候再用 这玩意反正就是 直线放的时候 效果是最好的 你看他们现在过来 很多都没有踩到 就是他们一触发 然后人就走过去了 没有被割到 但也还行吧 也还行哦 就横着放也不合适 他们是斜着过来的 就是 就这样子好了 这边应该是 你看 哎 被动住了 动住伤害也挺高的 半条血啊 动加上这个配合起来 说不定不错 等一下在那边 再放几个冰冻的东西啊 只要轰炸了 臭小子 进不来的 我现在反手非常生严 这个位置 这个很宽的 哎呀呀 可以把这里完全覆盖到的 这个冰哦 回家先回点血 不着急哦 等一下他们上来之后再说吧 他们来几个这个炸弹先 OK 爆头 爆头 一枪一个 我到时候冰冻都放上 痛死你们了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哎 臭小子挺坚强 好 我应该最开始就在这边收 就不用把那个回收 实际上差不多了 来 冰冻他一下 爆头 就等着冰冻爆头啊 这里也可以放一个 哎 这里放不上了 放不下了 别过来你啊 爆头 完了 完了 追上来了 必须顶着他打 没落没落没落 还好还好 吓我一跳 哇 这里等一下 这边再放几个 我觉得冰冻挺好的 这里 这里可以冰冻 这边的话没有必要了 这里给他放上 它是覆盖到这条路的 这条路你看 都有覆盖到 到时候他们走过来呢 也是可以冰冻到的 OK 这一关实际上说难也不难了 主要是 伤害不是特别足 我还是我 防御布置的不是很好呢 那边有个骷髅头 骷髅头可以让我们升级用的 可以稍微去吸一下 就主要还是要靠我们 自己打的地方好像也挺多的 我是比较喜欢那种 可以把怪集中起来 用持续性的伤害去打他们的 到时候看看有没有那种关卡吧 那种关卡呢 我也比较喜欢一点 就是 而且那种陷阱呢 好像也不是很多 除了燃烧地板之外呢 就是那个机关陷阱 是持续的 这里面啊 它很多这种陷阱都是 有冷却时间的 用一次要隔一会啊 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有那种 箭塔之类的呢 就传统塔玩的那种东西 我还是挺喜欢那玩意儿的 哇 这冰冻很好玩 配合上这个 基本上脸下就是一个 而且我们站在这个位置 爆头也不错 冰冻再来一点 这边也来个冰冻 这鸟语花仙也不错 来赶紧给他打了 这个生儿似的 把他引下来引下来 哎哥们 吓死我了 最后怎么不给时间啊 好家伙 我带的那个陷阱 一次都没这么用哎 就是那个 把他们吸起来的那个 最后一波了 还是冰冻陷阱多放一点吧 安心一点啊 来 上面应该可以射到头 鸟语花仙 鸟语花仙也不错 鸟语花仙可以放一个这边 把他们混乱掉 OK 反正火力可以集中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OK 这前期我们不用这么管了 没什么事啊 这个进不来的 好 对了这个视频 我没什么用过 如果到时候那个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视频 这样子他们就冷却了 不过我怎么直接给他用呢 没事啊 他这个视频要使用12次之后 我们就可以升级了 大幅度缩减这个缩减这个冷却时间 还是挺好的 所以前期我们应该多用一点的 我刚才没怎么在意的 诶 这人不混乱啊 臭小子还上来呢 好的 那冰冻陷阱再来一个 以备不时之需 就是他攻到这上面也可以动一下 到时候我们补刀后补一点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啊 好 下面看看还没地方可以放 臭小子 打爆你 右键 哟 还好这边放了一个 这玩意 移动速度还是挺快的 我看一下下面还没地方放呢 下面利用率稍微比较高一点 哎呀 救命啊 不应该放下面了 这里再来 把这个位置守住 我们就赢了 这个大哥的太惨了 一直被冰冻 炸死你 诶 没了吗 我搞定搞定 就之前落了三只怪了 好的 应该是没有五星 只有这个 而且时间也不够 时间拖挺久的 难搞我才三星 哎 守护者射手 这个好像要战役关卡 他是人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就后期啊 如果有那种弓箭手 他是会打他的 但是他是地板 我记得他是有生命者 是有生命者 你看这下生命者 持续回旋 火焰伤害 这个不需要在战役关卡当中吗 这个挺好的 我反正之前呢 也是有玩过的 有稍微有一点记忆 好 那 一期一个视频吗 还是 我看情况吧 我先看一下 这一个关卡的 那个 地图怎么样 悬崖峭壁 来 飞上去 飞不上去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门啊 那边有一个两个三个门 他就是不管你几个门啊 你只要让他们从一个方线绕过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哦 这里的话就可以这样子给他分上了 你看 这个 这个已经进来了 其他的话就会绕绕过去了 哎 怎么还过来啊 这个 啊 然后他回去了 回去了 那行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呢 不然就先这样子吧 到时候看看更快一点啊 或者怎么样啊 哎 这个真的是哎 哎 这很好哎 哇 好酷哦 蹲下去 而且比我还高哎 这大长腿 这腿都到我那个脖子那里过了 好家伙 弓箭手跟枪手差距这么大嘛 我们到人家腰那里过 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哦 那行吧 那这里是阿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